男人总能看到自己的手上长满了眼睛 他被吓得赶紧跑向水缸洗把脸让自己清醒 结果手上的眼睛真的不见了 只是水缸里出现了纸新娘的道理 阴阳先生被人摁进了水里 可他的眼前只有纸新娘的身影 难道他真的复活了不成 原来在11年前 阴阳先生伙同纸扎将和神婆三人 用纸新娘和马家公子结下了阴婚 然而殊不知这纸新娘在行李之前沾染了人的血子 人想摘身 这纸新娘不能见 得烧了 纸扎将本想将纸新娘烧火 可却遭到了神婆的反对 结果婚礼进行到一半 纸新娘突然复活了 是阴阳先生强行将他封印在了马家公子的棺材里 可没想到11年过去 马家修建了镇魂墓刚要准备将这个棺材入土 那棺材里居然传来了奇怪的动静 你们听到没有 难道我耳朵出问题了 一群人还在好奇之时 突然一个纸人就从天而降 等他们再一抬头 只看到空中挂满了纸人 这些纸人都是新郎的模样 众人们吓得纷纷离去 阴阳先生得知了此事 被吓得赶紧跑回了家中 他将符纸贴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 本以为这样就能躲过纸新娘的损迷 可就在那么一瞬间 墙上的符纸都睁开了眼睛 等第二天人们再找到阴阳先生时 他已经溺水身亡 紧接着就有人找到了纸杂匠 出神啊 原来神婆猜测阴阳先生的死 跟马家棺材里闹出的动静有关 他怀疑当年陪葬的那个纸人真的复活了 不可能啊 那都死多少年了 哎呀 那都是骗人的 骗人 纸扎将深知那些都是骗人的圈套 可他每次在扎纸人时 身边总会放一桶水 为的就是防止将血粘在纸人身上 经神婆这么一说 纸扎将越想越害怕 一气之下他决定打开马家棺材 将里面的纸人烧掉 重视 我在镇魂墓那当面 啊 到了晚上 神婆便来到了马家镇魂墓 然而他四处找寻都没有发现纸扎将的人影 突然他手中的油灯莫名的熄灭 等他再转眼望去 树林里似乎有一个人影 他迫不及待地赶紧点燃了油灯 可在看向树林时却什么也没有 神婆不由地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等到纸扎将再赶到时 花轿里隐约还有女人的笑声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掀开了花轿 第二天村民们找到了不快 一起来到了案发现场 不快在神婆的脸上找到了香辉 并从纸扎将口中得知了神婆来此的缘由 不快深知这都是凶手制造的假象 为了解开人们心中的困惑 不快决定亲手扒开哥哥的棺材 还村民们一个真相 不快在哥哥的坟前祭拜以后 便撬开了棺材上的风魂钉 然而就在他准备要打开棺材时 棺材上的棺材竟自己打开了